新业证券与长生生物的股权质押纠纷又有了新进展。 8月6日午间,新业证券发布发行人设计重大诉讼,仲裁公告。 公告者,福典省高级人民把愿, 已于8月1日受理新业证券与张明豪、张角成质押市证券回购纠纷一案, 诉讼标的为本金6.3亿元,该案目前尚未披露裁判结果。 据悉,被告中的张明豪系长春长生生物副董事长,董事长高俊芳的儿子,张角分析张明豪的妻子。 7月24日,新业证券公告显示,长生生物两名主要股东于陈帕和张明豪的代购回出日交易金额分别为0.45亿元和6.3亿元, 质折股份数分别为0.11亿股和1.67亿股,旅渊保障比例分别为277%和307%。 于晨涵和张明豪和机质押厂生生物1.78亿股,代购回金额6.75亿元。 7月30日,新业证券在上正义股东,回应投资者提问是透露,目前两位融资人张明豪与陈帆军,已提供了出长生生物1的非证券类资产清单,包括非上市股权投资及房产等可变现资产,并提出了提前还款计划。 新业证券已制定了风险储置预案,根据股票质押回购业务协议约定,必要时可采取厂内违约处置、财产保全和司法诉讼等手段,对融资源名下资产进行司法冻结和债务追偿,进一步降低可能存在的风险场口。 与此同时,ST长生002680,已站在退市的雪崖边,7月27日晚,证监会宣布修改退市制度,根据修改后的规定,上市公司构成安全领具重大违法,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的,实行强制退市制度。 这也被市场认为,ST长生即将退市的强烈信号,7月29日,深交所表达着,严法退市制度执行官,特别是对于严重危害市场秩序,严重侵害群众利益,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重大违法公司,兼职做到出现一家,退市一家,不顾喜,零容忍,净化市场环境,每户退市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同日,长春公安发布通告表示,对长生生物董事长高聚榜等18元提请批布。 7月30日晚,ST长生发布公告称,公司及全部次公司名下,34个银行账户全部被冻结,暂停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子公司产业园项目,董事长及部分高管因被逮捕无法正常履职。 8月3日,深交所在对长生生物,连发六份纪律处分事先告知书,对六位长生生物董事及高管做出公开选择,包括长生生物董事长及总经理高聚榜, 负负负负责制建工作的董事及副总经理张经,负负责生产工作的副总经理蒋墙花及刘景业,负负责销售工作的副总经理张有葵,负负责行政综合工,做的行政总监赵志伟等。 截至今日收盘,长生生物报7.8元,无旋涅路的连续第15个跌停板,而从出事前至今,长生生物股价已蒸发68%,基金公司更是掀起一片下调估值潮, 其中中信保诚基金在8月1日将长生生物的股票估值直接调整为了零。 新业证券在今天的公告中表示,目前公司各线业务正常,上述诉诉讼是想对公司业务经营,财务状况及常债能力无重大影响。 尽管如此,今日公司股价还是再次遭遇下措,报收4.52元。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